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问题从网络上传来的 汇集起来已经不少了 我想我们另外找时间来答复 有一些同学这一两天就要离开新加坡 时间非常宝贵 今天我们开始讨论摄山叶道经 那么在这一部经典里面也能把我们许许多多的问题解释了 想此地有一个问题就是宗教融合 宗教融合是一大圣事 若我们也去听外教的经典 可会于他们 可是于一门深入相违背 这个教确实有邪阵 要辨别清楚 可是对于这个身位的人呢 他们的见解就不一样了 这些人真正到了不受外境的干扰 所以邪阵就没有了 所以邪阵就没有了 我们现在是凡夫 这个是随顺根基来说的 今天大家请看 是山叶道经前面 由永正皇帝的上日 我们来看这一篇 清朝的帝王 都是佛门的弟子 而且在康熙、永正、乾隆 这个三朝 是前行鼎盛的时期 他们秦法司在宫廷里面讲经 我们在记载里就看到 《江无量寿经》 以《无量寿经》的理论 教会来治国 这个是非常值得赞叹的 《宫廷里面度金、奖金》 建立了共识 这是非常有智慧 非常高明的做法 他不用自己的意思 不教别人听我怎么说 不是听佛说 皇帝也听佛的 这些臣子、庶民都听佛的 人心平了 去天下大治 我们看他这一篇 就晓得清朝怎样把国家治好 这个地方透了点消息 上誉 这是皇帝的 用现在来讲 就是皇帝的训词 朕 朕为三教制 是决明于海内 离同处于业远 道并行而不悖 这一端是主旨 总刚是业语说破 朕 朕这个字 是上古时代 所有一切人的自称 就像现在称我 上古时代都称朕 那么这个字变成皇帝专用 是秦始皇 秦始皇 他开始这个朕是皇帝的自称 以后一般人呢 这个称自己就不用这个字了 我们要晓得这个字的来源 这就是 真为 用现在的话就是 我认为 我以为 就是这个意思 三教 是中国古时候 如社道 讲这个三教 这个三教 都是属于教学 诸位要晓得 这个教是教学 不是宗教 宗教 宗教 在中国 确实 是很晚才有这个名称 而且不是从中国来的 是从日本传来的 所以中国没有宗教这个名词 也没有宗教这个概念 这个是从外面传来的 中国讲教是教化的意思 教育的意思 怎么样教化众生 教化这两个字的意思非常好 那 教 教是行为 化呢 是借口 那我们接受 圣贤人的教导 于是 就产生变化了 这常讲变化气质 啊 化窝为善 化迷为物 化繁为善 啊 那么这是讲教学的效果 啊 所以中国人用的词汇 教是阴 化是古 啊 意思非常的完美 这讲儒家 道家 佛家了 这三种教育 借名于海内 你看看 是教人民觉悟啊 啊 海内是指中国 啊 在中国推行 借名的教育 你看看这个意思都好 啊 啊 这也不是迷信啊 啊 啊 世教众生觉悟啊 啊 礼同处于业远 啊 啊 他的理论基这个根据啊 这个根据啊 是相同的 啊 那么在形式上来看 都是 依据孝道 四道 啊 这是如是道 三岸家了 都讲孝道啊 啊 都讲尊师啊 啊 虽然他们说法不一样 方法呢 也有许有这个差异 他的方向 目标 决定是相同的 啊 啊 所以道 并行而不悲啊 啊 啊 中国 这么大的富裕 这么多的人口 啊 啊 在重新 国家 没有立这么多的学校啊 谁去教化众生 这个三家 他们担负其教化众生的责任 啊 帮助国家 啊 帮助帝王 帮助社会 啊 使社会大众 真正得到了 安好落力 幸福的生活 啊 啊 这就是把这个三教 他们这 殊胜利益了 一语道破 啊 可是人 他有分别之处 他有烦恼稀气 啊 于是 就有互不相容 啊 这种情形 不难理解 啊 现在社会 这个问题更严重 那 毛病发生在哪里呢 勇正爷一句话 道破了 人为不能 豁然贯通啊 啊 啊 这是根本的毛病 啊 为什么互不相容 互相 嫉妒 排斥 就是没有 豁然贯通 啊 豁然是大悟 啊 能够 误入 圣贤人的境界 四里贯通了 那什么问题 都解决了 啊 可是 不能豁然贯通啊 于是 人各异心 这个异心 就是讲的 妄想分别之处 每个人妄想分别之处不一样啊 啊 心股意见 啊 每个人的看法想法不一样 啊 于是 烦恼稀气 先前了 说目道者 为佛 不辱道之尊 正目的叫道教 啊 啊 道教的信徒 他说福没有道 那么尊贵啊 那 这就是尊道 便佛 这问题就出来了 啊 说 向佛者呢 为道不如佛之大 啊 这个佛弟子啊 尊从佛 佛大 道没有佛大 啊 啊 而佛者又 坚辟二十一位异端 啊 你孔子书的人 孔子的 学生 啊 啊 把这个道跟儒 辟作异端 啊 异端就是 不识正法了 啊 比那个写法讲得客气一点呢 啊 不识正道啊 啊 于是 这个三教就互相排斥 啊 啊 啊 怀家私心 奋争 绝胜 而不相像 啊 啊 那么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有 啊 啊 尤其是 这个信徒与信徒之间 啊 存在 矛盾 对立 彼此 真胜 而不相像 啊 往上面去了 上面去没有啊 前几天 李牧原居士还跟我说 他是在从前 太虚的门下弟子 跟原音门下的弟子 互相不相容 彼此攻击 彼此不相让 啊 以后这两位老法师见面呢 非常客气 那这信徒一看怎么回事情啊 从我们的老和尚 他们见面这么客气啊 啊 上面没有这回事情啊 下面的时候 不服啊 总是以为自己的师父了不起的 别人都不如 啊 啊 现在这种习气更深了 到处都能看见了 啊 啊 所以我们 读这一篇上语啊 感触很深 啊 啊 换一句话说 上面没有过时 过时都在下面 我们再往下看 啊 这一尺三角之论啊 亦为得其凭而已 啊 这是雍正皇帝自己说的 啊 啊 他对于三角的看法 啊 跟别人呢 就不一样 啊 为什么呢 三角都下过功夫 啊 啊 这就是前面讲的 豁然贯通了 啊 啊 所以说一我也得其平而已 得平平等的 啊 三角确实平等 我们今天看新加坡 新加坡现在是九个宗教 过去这九个宗教彼此不相往来 也是个个以为自己低了 别人总是不如啊 啊 啊 在佛法里面叫自赞毁他 啊 佛说自赞毁他这一条 在余切戒本里面 是重戒 啊 啊 反往戒本里面 都列入了戒条 不容许的 啊 啊 自赞毁他是在造业 啊 你对别人并不了解 就轻易毁谤 这个罪很重啊 啊 啊 自赞是傲慢 啊 啊 是属于贪嗔痴的一份啊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知道 好 法法平等 啊 佛在金刚经上说的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那么有些人说 佛讲这个法门平等 大概是释迦摩尼佛所说的一切尽教了 这是我们这样想法 是不是佛的意思呢 谁也不敢讲啊 佛是这个意思吗 啊 我们今天读华言 从华言里面的启示来说 佛不是这个意思 佛讲的法门平等呢 是释出世间一切法 啊 包括所有宗教 还包括写法 啊 为什么呢 他才能与大方广相应 啊 协法不收在里头 那就不是大方广了 啊 协法跟正法也平等 这个道理啊 就很难懂了 啊 为什么说他平等呢 同处于一缘呢 啊 正法 是新线是变的 协法也是新线是变的 立开兴实 世出世间无由一法可得 啊 协正从哪里分呢 啊 这我们大臣经都多了 晓得 啊 与法性相应的叫协 叫正 与法性相违背的叫协 协正是这么分的啊 啊 相应不相应 我们不坍塌 根是一个 都是这生的 我们要深深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回过头来观察自己 啊 啊 我们自己一念善心 正啊 一念贪嗔之邪啊 啊 邪正就在本身啊 啊 啊 一念无 是妄想分别里头变现出来的 啊 一念善 是正知里头变现出来的 啊 妄想跟正知是一不是二啊 啊 迷了时候叫妄啊 却了时候就叫正啊 那么由此可知 正法协法就是却迷而已 那却无了 协法就变成正法 迷了正法也变成协法 啊 这才是真正明白道理了 啊 啊 所以三教的这个教人都叫却 却就是正法 啊 啊 啊 教人转迷为决 啊 啊 啊 迷了的相 六道三土 啊 啊 觉悟的相 是四胜一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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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不一样 果报不一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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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果报 苦啊 觉悟的果报 裸啊 啊 所以你要得其平了 啊 以清净平等心来看了 在外 略行己之意 啊 内震性理之痛 而指三教粗无一指 无非与人同归于善 啊 所以你真正明白了 真正通达了 你就不在乎啊 这个形式了 而着重他的 内涵 啊 遮重他的 失智 啊 我头一次跟那丹总统见面的时候 啊 他就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他在所有宗教里面 最尊敬的是佛教 佛教重视智 而不重视 行事 这个话内行啊 不是外行人的说得出来的啊 啊 所以我们对他很尊敬 能透过这一关 啊 不但世出世间的宗教平等 一切诸法都平等 啊 啊 我们的平等性质才能够兴起 才能够兴起 分别执着才能放下了 啊 所以 所以 大乘法里面讲 与人说法 无法不远 啊 啊 又跟我们说 哪一法不是佛法 一切法都是佛法 我有一法 妖魔鬼怪也是佛法 佛是什么 绝的意思啊 你只要通达明了觉悟了 这个法就叫佛法 啊 你要是不明了 不觉悟 迷在其中 经典 《大方广佛华言经》 也不是佛法 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啊 啊 法是一切诸法 啊 这个是 我们平常 解释 宇宙人生 一切的道理 啊 一切 演变的 过程 形象 啊 用一个字 做总代名词 叫法 佛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这些法都明了通达 就叫佛 啊 世出世间一切法 彻底通达明了 这个人 我们就称他做佛 啊 他对于一切法 不迷惑 明了之后 我们才晓得 只要是正法 正法是 与善相应 与觉相应 啊 啊 这佛法讲的三个字啊 标准呢 觉正经 与觉正经相应的 就叫佛法 与觉正经相违背的 啊 我们叫邪法 读相应看 法 哪有邪正呢 邪正在迷雾啊 雾了 就是觉正经 迷了呢 就是迷邪然 啊 觉的对面是迷 正的对面是邪 近的对面是染 啊 如果这个法教我们迷邪然 啊 这就不是正法 啊 我们称他做邪教 做邪法啊 啊 他教给我们的是觉正经呢 那这是正法 啊 啊 我们在没有明心见心 换一句话说 我们在设法界里面 啊 要学正法 要原理写法 等到你超越了设法界 你到一正法界里面去了 写正就没有了 啊 在设法界里头 有 一正法界里面 没有 啊 一正法界是 圆满大局 啊 这个道理要懂啊 啊 啊 请诸位掀开金本 啊 我们 接着看 雍正皇帝的上日 啊 第一面 啊 倒数 第三行 啊 倒数第三行 这个下半段看起 啊 我把这个文呢 念几句 对对地方啊 啊 福福士之无界是善 道人于善也 说 无辱之无常百姓 又亦讲劝 又亦 不 因人 为善 这在 啊 从这看起啊 嗯 呃 前面的一段 嗯 是把 这个三教 啊 宗旨 啊 为我们说出来了 啊 宗旨 它的根源 这也正是佛家讲的 去基 去理 理 是同处于一远 这个基呢 就不一样 啊 啊 所以 才有着三种教学的方法 啊 啊 借引三类不同的更新 啊 啊 这个跟大乘佛法讲的 教学原理原则完全相应 方法 方法 形式虽然不一样 它的方向目标啊 相同 那就是 同归于善 善 标准 是要与心性相应 啊 与性的相应 这是 是 无便的 原则 但是 与心性相应的 程度 确实 由前生 广辖不同 啊 我们知道 那法生 是最亲近的 啊 法生大死 四生法皆 比法生大死 啊 就稍微远一点 啊 天道又远一点 这人道就比较更远了 啊 三卧道呢 完全违背性的 啊 佛的 教界 佛 给我们制定的 一些规律 啊 啊 这就是佛家常讲的 戒律 啊 都是本着这个原则 而说出来的 啊 这是我们应当啊 啊 要明瞭 然后才能体会到啊 啊 诸佛菩萨的真实智慧 啊 无尽的慈悲善巧方便 尤其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对于心疾 绝不把它放在心上 而众啊 而众啊 是智慧 啊 心疾 是关于其疾的 是智啊 是其理的 啊 果然其理 啊 啊 那个根应众生的根性 无量无边 啊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 啊 啊 这才看在华言上里面 啊 居然用贪嗔痴啊 啊 借淫一类众生 啊 啊 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是 于心得相违背 其实他不违背 我们去做就违背了 他去做就不违背 啊 啊 员因在哪里啊 他心地清净 他不忍住啊 啊 啊 就活光同城啊 啊 啊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 我们忍住 啊 换一句话是 我们接触境界 会其妄想分别之主 他们在发生大事 接触境界 他没有妄想分别之主 高就高在这个地方啊 利益且妄想分别之主 就有法性相应 啊 啊 然妄想分别之主 这就相违背了 啊 那就造业了 于是佛给我们制定 这是戒心 啊 我们这最触及的 所以一定 要明了 要能肯定 啊 我们今天是最初级 初级啊 佛教给我们什么 十三一道 啊 这是最初级的 佛教的幼稚园 啊 我们能不能做到呢 要不能做到 那佛教幼稚园的资格 都没有 这是我们自己要反省的 啊 啊 我们学佛究竟在哪个阶段 在哪个等级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啊 啊 啊 晚进 太虚法师所讲的 五臣佛法 人臣啊 啊 啊 无界实上是人臣啊 啊 啊 天臣还要加四无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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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的有一点定会 啊 才能从这个向上提升 啊 所以我们今天接着看 啊 复佛士之五界是善 啊 啊 这个复 没有意义 是余作词 啊 佛家 啊 所说的五界是善 啊 这是佛法的基础 佛法的大根大本 啊 啊 道人与善行 啊 啊 道是引道啊 诱导人向善啊 啊 佛法要从这个地方学起 别人不能做 我们一定要做 啊 啊 决定要遵守 啊 戒根善 在形象上相同 在古德上不相同 啊 这个要知道 啊 啊 所以受戒跟行善 不一样 啊 无戒 不杀僧 啊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啊 啊 啊 实际上里面呢 也是不杀僧 不偷盗 不邪淫 啊 不妄语 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啊 啊 但是 他的 古报不相同 啊 戒 是你正是接受 佛陀的教会 你自己发愿 就如世间人所讲的 发誓 啊 你曾经发过这个誓愿 要学的 实际上没有 实际上你没有发这种信 啊 古报呢 实际上是习求福报 无戒不是福报 啊 这一点就不一样 啊 啊 无戒求的是什么呢 求的是得清净心 啊 因戒得定啊 因定开会啊 你看看啊 啊 形式上是一样的 你看目的方向啊 啊 巨然不同 啊 一个是习求福报 一个是习求定会 啊 啊 这个是戒跟 善呢 有差别 啊 这个无戒一定要在佛菩萨面前受 实际上不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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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同样修学这几个科目 而用意在哪里 目的在哪里 自己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啊 啊 啊 佛法的清净心 比什么都重要啊 啊 借能 断 啊 贪嗔痴吃慢义 啊 这个善呢 没有这个能力啊 啊 他的用意也不在此啊 啊 啊 所以这是最基础的啊 啊 是 引导人 向善 啊 侮辱之无常百姓 我们从这个地方看 啊 啊 这庸正皇帝 这庸正皇帝 他称侮辱 啊 他用这两个字 他是中国人了 啊 认同中国啊 啊 他不是不是外国人啊 满清入主政中国 跟中国就同一个 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民族了 啊 无辱啊 我们辱家了 你看看这个味道 啊 儒家讲的无常 跟佛家讲的 五界 非常接近 啊 无常是 仁 义 理 智 啊 啊 人 就不杀生了 这杀生不仁了 义 不偷盗啊 啊 理 不学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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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 这不饮酒啊 啊 信 不妄于 啊 跟佛家的 跟佛家的五界 跟佛家的五界相同 啊 啊 啊 这次大乘法里面 啊 叫隐医 引导你呀 到人道里面来受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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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都在人生同一个营业 但是每一个人面貌不相同 啊 生活环境不相同 啊 啊 这是另外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叫满业 满业 满业是善无业 啊 过去身中 修的善业多 这一生就富贵 啊 修的善业少 这一生呢 就比较贫困 啊 两种力量啊 我们自己要清楚要明了 然后就不会怨天佑人了 啊 纵然生活在逆境当中也不会怨天佑人 为什么呢 过去身中造的不善因嘛 啊 这一生得的这个果报 自己当然呢 能够 乐于 接受了 啊 这个人才能够修道 才能够行道啊 啊 如果怨天佑人 这个念头叫造罪业 啊 欧常 是中国 极千年呢 祖宗教导 子弟 啊 啊 除世代人借物的 常规 啊 啊 这个常就是不可以间断的 啊 啊 中国人 接受这个教育 能接受这个教育 几千年 啊 啊 啊 虽然啊 在近代 失去了 啊 啊 大家不讲了 那个根总在 啊 啊 所以今天我们讲仁义道德 讲大成佛法 中国人容易接受 啊 这是什么 这他还有根呢 啊 我们从五界从五常 啊 这个教育来观察 所以中国人看一切人 看一切无 都是善 啊 一切人 都是好人 人 人 这无敌啊 啊 五常头一个就是人 啊 仁慈的人 没有敌对的 啊 如果给我是敌对的 这个人就不仁慈了 别人可以跟我敌对 我绝不跟别人敌对 啊 叫别人不跟我敌对 那个男啊 啊 这个不是圣仪先生 你叫教导啊 圣仪先生 我自己不可以给别人做的 啊 别人跟我做的 他的父亲 啊 他轻视我 我们不敢轻视他 啊 他回谤我 我们不可以回谤他 啊 他无辱我陷害我 我们绝不能够 用这个报复的心理来看他 他说 这是 这是学圣 学贤呢 圣仪人跟凡复差别 就在这里 凡复造业 圣仪人 即得 修功啊 不一样啊 啊 否则的话 我们读圣仪书 学圣仪教 那学到哪里去了 啊 这几个科目 牢牢的记住 一时一刻 都不能违背 啊 这叫修行 人 如果我们的思想 间接行为 违背了 无界无常 就错了 知道错了 赶快把它修正过来 啊 这个是 事出事间 大胜大行 善悟的标准 这就善 啊 符合这个标准 这就善 不符合这个标准 就不善了 啊 别人不善 我们不可以跟着他 做不善 我们要行善 去感化他 啊 众生为什么 造作不善 烦恼习气太重了 没有人教导他 啊 佛在无量寿经上 讲得太好了 心人不善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 数无怪也 可以原谅他 他的父母 没教过他 他的老师 没教过他 他的长辈 没有教过他 他怎么会知道 没有人教 他知道 那是佛菩萨再来的 那圣贤人 那不是凡人 凡人没有人教诲 烦恼吸气 哪有不现行的道理 所以我们明了 此地 虽然讲得 如是道三教 而实际上内容 而实际上内容 只讲到佛跟辱 而实际上内容只讲到佛跟辱 绝对不是说一百条 绝对不是说一百条 五常这个五是实实在在的数字 是一个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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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所讲的 三千千为一领 这是离离里面所说的 不形容词 就是指的这些 都是诱导 讲却 引人为善 下面 下面 庸正皇帝 举了一段 这一段公案 这一段公案 是宋朝时候的一段故事 《九五藏 yang BEC 习送文帝 问世中和尚之愿 六斤本是祭俗 六经是儒家的 儒家全部的典籍 大家都知道十三经 它一共有十三部 六经实际上也就是值十三经 它的宗旨 教学的宗旨 祭俗 换一句话说 端正社会风气 目的在此地 若 性灵真药 这以佛经为止呢 那讲到心性之学 这个是佛经是第一了 也就是说 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佛经讲得非常透彻 佛经的内容 用今天这个这个学术界的空目来说 我无所不包 真正是经典里面常讲的大圆满 宋文帝 他懂啊 如率徒之名 借臣词化了 这无作之太平 推崇佛教啊 率徒之名 要用现在的话去举过的人民 全国人民 都能够学习 都能够学习 佛法 都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育 纯 是真诚的心 词 就是这样的佛教 都能够以纯朴的心 真诚的心 接受佛陀的教诲 宋文帝说了 那我就坐至太平 天下无私 坐太平天子了 什么心都不必操了 这是从前 国家领导人们 对于三教的认知 庸正能够举出这几句话 当然他认知 他赞同这个说法 他欣赏这个说法 我们也就晓得 他当然学习这种做法 至于他做到多少 与他的领悟 有关系 他做不到的部分 与他的习然 与他的习然有关系 习然是烦恼习气 功夫越深 烦恼习气 就越淡薄了 真正骑入境界 皇帝不做了 秦朝顺治皇帝就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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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必须真正通了 那必须真正通了的人才行 没有完全钻通啊 还是不行 所以永正算是很不错了 永正为他的儿子 奠定了根基 所以秦龙是秦朝最盛的一代 他殿下的根基 我们知道 康熙永正秦龙 这三朝 宫廷里面 天天念无量寿经 讲无量寿经 这他们的理念 以无量寿经来治过 他们有这个共识 下面是和尚之的对话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和尚之的对话 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诸位如果是明了了 今天世界虽然乱 我们认真努力修许 你会有信心 帮助社会 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破迷开我 利苦的路 不要以为 我们个人修持 但是这个力量太渺小了 那我们是不了解真相 了解四十真相了 你就不会有这种分别执着 我们一个人认真修学 纵然一点作为都没有 但是潜移默化了 这个力量还是不可思议 会影响你周边的人 会影响世界 会影响后世 一个人的修持 所以就功德之大 我们要不深入京藏 没有法子了解 总认为一个人修行 有什么了不起 一个人造罪业 有什么了不起 一个人造罪业的时候 连累社会 也连累后世 所以过 也是 没有法子说的 这个必须要把这些 离世搞清楚 断我修善 偷离开我 好